歡迎收看 幸福企業直播 他是何峰 哎呀 被你吵架 我就要在這邊等說 我們的美麗的若薇 哈囉 現在在感冒的尾聲 對 但是 然後感冒就要喝一些飲料才會好 沒錯 真的啊 喝點熱熱的 對 水果啊什麼的 然後天然的這個食材 對 所以我們最愛的那個 又是飲料店開卸 我最喜歡的 對 我們最愛喝飲料了 而且看今天瘋哥的打扮 啊 我今天特別沒有來一個藍色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就符合他們的品牌的那個 形象 對 我們今天有特別打扮 我是屬於奶蓋 哈哈 照上面對不對 比較會有長得像我們的飲料 對 沒錯 今天這飲料很特別 它的不僅好喝 而且看起來很漂亮 真的 然後呢 它現在在這一兩年呢 就是迅速竄紅 很多都開始知道 你知道他們有被評比 哎呀 竟然畫面照了 就跟大家講好了 哎呀 破哏了 他們有被評比這個奶蓋手搖茶裡面的 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他們家的珍貝 黃釉芒果對不對 黃釉芒果奶蓋 既然那個講到他們了 就來歡迎他們一下 對 兩位帥哥 親右茶室 執行長 曾茂哲 歡迎 然後另外一位是營運部的督導 是尤正偉 歡迎 歡迎督導 兩位年輕人 真的 我想問兩位 你們之前就做相關的行業嗎 還是飲料業嗎 呃 咖啡飲料 哦 是咖啡飲料 對對對 然後所以其實你們也會咖啡 我會咖啡 然後我們老闆是 就是我們執行長是就是 都是做飲料相關的 哦 那也是有相關經驗的 對對對 然後是從台中起家 對 台中 你知道台中以南就是飲料大分量 真的 你知道幾乎台北的飲料都是 都是揮軍北上 是嗎 對 是不是 很多的飲料的原始品牌 台中跟台南高雄一代 哦 我是到台中很多 很多 對 而且 就是每次到台中 或者是台南高雄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 我們在台北沒喝過的飲料 沒錯 然後而且價錢就比較便宜 欸 這真的很難過耶 為什麼台北比較貴啊 台北都只要八九十塊一杯 當然有很多是因為電租啦 對啊 台北電租比較貴 對 所以呢 他們 你們現在 等一下我們最後會跟大家講就是 如果你不想上班 你也有其他的方法 對 是 對 要跟大家分享 方方你有發現嗎 他們因為本來是做咖啡出身的 所以這是不是跟咖啡拉花的概念有點像啊 你說他們講究這個美感對不對 對啊 每一杯都是藝術品 對啊 好像是有故意做一個樣子 哎呀 通關密語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趕快樂 若微還是要跟大家再講一下 通關密語就是 一起加入親友茶室 請大家來刷一下喔 如果你也想喝的話 跟我們一樣今天也想喝的話 我一定要刷通關密語 現在我17個人在線上 好滴 我剛剛看到每一杯就是一幅畫嗎 這真的很漂亮耶 讓我想到那種水墨山水的那種感覺 而且很像在山林裡面 你知道最近有很多那種高級的飯店 也都是在什麼古關啊 華蓮一帶 對 然後呢 每個人都在那邊講說 我只要在房間我根本不用出門 真的啊 一整片的那個山林這樣子 他們就有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們如果一定要可以跟一些高級飯店合作的話 相互拉抬 非常適合 看起來很高級的飲品 我們現在先稍微給他退冰一下 這個很冰是不是 它是 等一下再跟你講 它只能做冷藥 它是非常那個神秘的 我們等一下再來開箱 所以呢 我們有一段影片呢 是他們的品牌故事跟創立 你再給大家看一下 看了你就會知道他們家是什麼高級厲害的東西 馬上來看看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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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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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